大家好,我是榮榮歷嫌棘的Ben 你現在在收聽的是Barnie's Talk 幫你一播起來 好,那因為榮榮自己有在經營他的YouTube 然後他已經有一些影片了 所以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有看過他的影片 甚至有在訂閱他 那我覺得既然我們做成Podcast的音頻部分 那我們就要聊一些可能沒有拍成影片的部分 那其中你在你的一些訪談裡面有提到 所以你之前有在伊朗的時候被遣返 然後你的無人機被沒收 然後甚至你在埃及的時候有遇到一些不太愉快的經驗 也不是說不愉快 那個比較特別的經驗 真的是很特別 那這些沒有出現在影片的東西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我覺得很 其實在現在雖然看我現在頻道可能很多影片很精彩 但是其實我自己會覺得蠻可惜的 如果我早個半年開始拍影片 我搞不好現在就百萬訂閱了 因為我之前去的地方像是伊朗 然後以色列啊 土耳其啊 甚至是約旦跟埃及 那講到這個 應該是說我那時候替代一退伍的時候 我存了大概八萬塊 然後我就想說我一定要去伊朗 因為伊朗它其實是一個 我看了新聞 因為相信大家都知道 伊朗就是很恐怖 我們從主流媒體上面所攝取到的資訊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去看不管是郵寄一些文字啊 他們都會說伊朗其實非常的好玩 而且人民是非常的熱情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要直接去那邊去看看到底真實的伊朗是怎麼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揹著包包就直接一路殺到了伊朗的首都德黑蘭 那那天我還記得記憶遊戲 就是那天晚上大概11點半 我從吉隆坡抵達了德黑蘭 然後呢 因為伊朗是落地簽 所以變成說你要先買100塊美金的簽證 然後20塊美金的保險費 這樣120塊美金 然後呢就可以去拿給海關了 那你必須要先填一張就是你的住宿啊 然後甚至是你的聯絡人 那因為我那時候想說我一定要用 我一定要認識的國家用一個最local的方式 所以我用了couch serving 沙發衝浪 那這個沙發衝浪呢 就是可以讓你直接一方面是省錢 然後第二個方面就是你可以直接融入當地人的生活 所以我那時候的聯繫人 然後跟訂房紀錄就寫我couch serving 的沙發組 然後我就把那些簽證啊 那些文件交給那個海關 海關就第一個問我說我住哪裡 那其實那時候我有打了一張算是行程表 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是在哪一個城市的哪個飯店 當然這張是假的 因為我必須要 因為我主要是想要住在當地人家 那我就給那個簽證官 那簽證官就說沒有他必須要住宿的確認單 我說我沒有就只有這一張 他就說好那你等我一下 然後他就進去了 然後過了半個小時後他說不行 你要嘛現在訂 要嘛我沒辦法讓你入境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在跟簽證官講的時候 旁邊其實他有另外一個是Belgien 就是比利時人 他的計畫比我還free 他甚至連沙發組都沒有找 他就是直接說我要進去 今天晚上就去找一間便宜的住宿 7年旅館這樣子然後再待個10天 那剩下的我沒有什麼計畫 我跟你說就這樣子那個Belgien就這樣通過了海關 他就入境了伊朗 然後我就被認在那邊 那如果他說他可以進去為什麼不行 他說因為你沒有訂住宿啊 反正呢就是可能人品爆發吧 他就不讓我進去 所以他就說我必須要把你遣返 因為你沒有訂房的記錄 我說那我可以現在訂嗎 他說可以啊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借我網路 簽證官說不行自己想辦法 所以當下我基本上就是被認 就是整個機場就只剩我 然後都沒有人可以尋求任何的幫助 那反正那時候已經半夜三四點 然後他說如果因為那天剛好是禮拜五 他說如果你今天沒有離開的話 禮拜六禮拜天你就必須要在看守所之內 然後禮拜一再讓你離開伊朗 他說好那那我就是現在買機票馬上走 所以他才請他另外一個主管借我網路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說就被遣返呢 你必須是要自己買機票離開的 所以我就變成說我又自己花了一筆錢 花了大概一萬六千多塊台幣 從伊朗飛到了越旦 然後被遣返 你是不需要回到原初發國 只要你的簽證跟護照OK都OK 這也是一個小tips 所以我就這樣第一天我什麼都還沒有還沒有玩到 就已經花了八萬塊之中的兩萬多塊 那個就是真的是我旅程的第一天 然後在伊朗的機場呆了六個小時 對這就是我在伊朗被遣返的經驗 但是也是一個絕無經有的經驗吧 應該是 伊朗的六小時快閃 沒錯我看到的是就是機場 然後日出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錢人的生活就是這麼的 沒錯 背包客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決定要轉去約旦 因為我其實我的設定是這樣 在伊朗大概三個禮拜 然後穿越邊境往西走到亞美尼亞 然後可能再到土耳其阿這樣 所以我的計畫大概是這樣 但是後來我在找機票的時候 我想說我竟然都出來 都到中東了 我不能就這樣再回去亞洲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約旦或者是以色列 哪邊我們簽證是ok的 因為以色列他比較敏感 對所以我必須先從伊朗 先從約旦開始 然後約旦只要買一個那個 Jordan Pass 然後簽證 大概七十塊美金這樣就ok了 就馬上先買機票然後買那個簽證 然後就把他飛過去了 因為其實約旦跟以色列是我計畫的後半部 但是我就先把他拉到前面 對 那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 或再回到那個時候 你覺得如果當時跟移民館說沒有 就跟那個Belgian說沒有 就在Couch Serving 你覺得會Pass嗎還是 我覺得可能機會更小 因為那時候我說我的沙發主 我是跟他說我朋友 對因為其實Couch Serving在伊朗 它是一個蠻模糊的地帶 對 對我那時候在做功課的時候有看到 所以我就只能說我朋友 對如果可能Couch Serving的話 他會覺得我更意圖更意圖不軌 對 所以我覺得沒關係 下次我會先訂 先訂前幾天的住宿 然後先進到那個伊朗以後再來說 好像有些國家都會看這個 我聽說俄羅斯也會對不對 他俄羅斯的話又比較不一樣 他是必須要有那個邀請函 對 你必須要有一個訂房紀錄 然後再一個可能旅行社給你一個邀請函 他這樣子他會比較 他才會讓你入境 想要知道蓉蓉在埃及發生了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以及那些在旅程上令人難以忘懷的小事 更多精彩的完整內容就在12月10號 星期二晚上8點 Body's Talk YouTube頻道首播 那現在就去訂閱開啟小鈴鐺吧 另外節目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 以及Spotify上收聽喔 MING PAO 感谢观看